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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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在子贼中 到这一段这是总笔 这个前面这一段 句中啊 做这一段文的总笔 作文的经文 五十五页里面的经我 一辱无师 五十五页的第三行啊 经我一辱无师 安引众生姑 以种种法门 玄世于佛道 接着我以智慧的 知众生信誉 方便说诸法 皆令得欢喜 这就是略诵 略诵这个开权显示的道理 做这个总笔的作文 那么也就是说这个比喻评里面呢 国语叙诺以下 一直到三十字 这一段文的总笔啊 就是再用比喻 重复 重复说这个方便评的 这个俱诵的这一段文 方便评的俱诵的这一段文啊 在这里 用比喻啊 再加以说明 你把这两首俱诵 把它念几遍 再对对比喻评 已经讲过的 一直到这个三十字 在字则中 这一段文 你把它读读看 对对看 它这个意义 相同点在哪里 不同的地方在哪里 就可以明白了 那么这就所谓以总笔作本 作本呢 就是把它拿来作根本 也就是说 现在这个比喻评说的这段话呀 就是重复再说明方便评的 开拳选识的总义的道理 总笔就是笔总义 下文的别笔啊 就是笔别义 在座别义 所以这个下文的别笔 课办里面的别笔有四端 别笔有四端 第一 长者见活笔 长者见活笔的这一段文啊 就是重复说明方便评的句诵 就是刚才说过的第五十五页 第五十五页的后边算的第四行 舍利佛当时我与佛眼观 见六道众生 贫穷无福灰 入生死显刀 这个文字一直记下去到后边 到五十六页的第二行 谓是众生故而其大百姓 到这里为止 那么这一段文呢 前面这个方便评的 课办里面说 广诵上六意 文下文别笔作文 那么就是以下的 这个好几段文字啊 都是做这个下文的分别比喻的意义啊 再加于说明这个方便评 这段寄送的意义 而这个第一段的长者见活笔 正是说明这个 我以佛眼观 见六道众生以下 一直到卫世众生故而其大百姓 这就是现在讲的这个 长者见活笔的这段文的意义 长者见活笔的这段意义啊 正是说明这段居宗 刚才念的这个前后的这个居宗 你们把这个居宗多读几遍 再对对这个别笔里面的 长者见活笔的这段文 以我们凡情的之间看起来啊 凭我们的凡情的之间看起来 据送的正说 还要比较容易了解 而这个比喻的别说的 方便的说法 这个比喻的说法 比较起来反而难懂了 反而难懂 假如你觉得这个比喻不好懂的话 你读前面刚才我说的那一段文啊 你把它对起来 就知道这一段文 它讲的什么道理 比喻里面虽然是它的道理很多啊 所说的 它总不说 据送里面这一段道理 如果你明白 据送里面这一段道理的话 那么长者见活笔的这个比方啊 你懂不懂没有多大关系了啊 就是因为它有一类根线需要用这种比方的方式 它才能够体会 所以在重送这个比喻啊 那么它这个文字啊都是前后啊 有连带关系 前后勾手连环 有连带关系 假如你没有把这个方便评的意义真正得到了解啊 那您要看这个比喻语 那您要看这个比喻评就比较难懂 所以因此之过 它必定有前后文连贯的 前后文连贯您能够了解就能明白啊 那么现在您就看着这个比喻评 我们解释这个比喻评 只是把前面的所谓某某作本啊 那个作本就是 后边比喻就是根本说这一段的道理 把这个前后文对照说明白了 那么以后凡是有这类的文字 你都可以自己找出来 把它对一对就可以明白 现在我们在看着这个比喻评啊 来做解释就是81页 81页 第二行啊 那么前面上次讲了一部分啊 现在因为有前后连贯的关系 再简单的说一遍 长者见 是活从四面起 看着经文 长者见这个 这三个字啊 正是标出前面方便评 刚才说过的啊 我以佛言观见 我以佛言观见 这里长者见 长者就是彼佛 彼佛啊 那么就是前面刚才说的那一段文啊 五十五页的那一段文 我以佛言观见 那么这个长者见就说这个道理啊 是大活从四面起 这是第二 明所见 前面是能见 这是明所见 说明这个所见的境界 三界 五足八苦啊 就是大活 活 比苦 活 就是比三界内 五足二世的 这个众生的四道 无常 颠倒为常 无我 执着为我 不敬 忘记为经 以苦为乐 众生这种颠倒 众生这种颠倒 由此 第二个颠倒 无我 即我 第三个颠倒 不敬为经 第四个颠倒 众生在这个世间上的诸法 升起这些颠倒啊 就比方 由此 升起种种的苦恼 五足 五足 众生的八苦 交间都从这个地方升起来 所以叫做大活从四面起 就从这个四道的情况之下 升起这个种种的苦恼 三界五足 所有的八苦都是从这个地方升起来的 这就是标注上面所比方的 见六道众生 方便评里面 刚才说的那个句诵里面 我以佛眼观 见六道众生 大活从四面起 就三界六道众生 在这个三界六道里面呢 受种种的苦恼 极大经步 而作试念 我虽能以此所烧自门安隐得出 这是第三 说明长者经步的情况 长者已经出在火载之外 看到火四面烧这个房子 他就突然之间紧张起来了 这个经步啊 不是害怕 长者在紧张啊 紧张 哦 看到这个火四面烧起来 怕是怕这个房子里面的儿子被烧死 而他自己不必怕火烧 因为他已经超出这个火来 他已经超出 那么他自己在紧张 恐怕三十只五百人能被火所烧 所以这个站在长者的立场 他不是害怕 他自己不必怕 他只是紧张 紧张什么 三十只五百人在火载里面要被火烧 他紧张 要想办法赶快把他救出来 否则要被火烧死 所以站在长者的立场是紧张 那么怕是怕那些三十只五百人呢 被火烧死 怕的是众生 怕众生呢 被三这个八苦交间 六道轮回 种种的苦恼啊 坚迫他们 所以要赶快想办法救他出来 那么这里说明 长者老早就出来了 所以说 我虽能以此所烧之门安隐得出 那么长者自己心里这样想 耳朵失恋 心里这样想 那么长者我自己虽然 虽是不尽之词啊 我虽然啊 能够从这个所烧之门安隐得出 佛已经超出三界 已经了头生死 他自己很安定 很稳固 在长己光中啊 八风吹不动 可是 那些三十只五百人的 这些珠子们等啊 在这火责里面将将要被烧 很可怕 所以下面第四段 广前所见 以下的经文 而珠子的与火责内以下 一直到无求初一 这就是第四段的文字 广前所见 我上次说过 文字有四段 意义有三种 文字有四段 长者见 一段 四大火从四面起 第二段 极大经部到首烧之门安隐得出 这是文字上的第三段 而珠子等以下 到无求初一 将近两行文字 这是第四段 文字有四段 意义只有三种 因为这个第四段文呢 就是解释前面的第二段 详细说明第二段 就是四大火从四面起 而珠子等以火责内以下的文字 就是解释前面的四大火从四面起的意思 所以文字有四段 意义有三种 因为 而珠子等以下的文字 只是解释这个四大火从四面起 没有别意 所以意义有三种 能见 所见 经部 三种 现在是详细说明 所见 而珠子等 珠子就前面所说的 十 二十 三十 三圣更新 十 菩萨更新 二十 圆觉更新 三十 圣文更新 就这个三圣更新的众生啊 他虽然过去曾发心 可是现在他迷失了 在火则里面被煎烧 所以他看到这些三十子等 等着等以五百人 就五七众生 一切众生包含在里面 诸子指三十子 就三圣更新 等 等于五百人 就是六道里面的众生 五去六道里面的众生 都在火则之内 火则里就是三界里 三界火则 后边的句宋说呢 三界火则 那么这些三十子 五百人都在火则之内啊 药着喜喜爱药 执着贪着 爱药贪着火则里面的游玩 里面很好玩 游戏游喜 这个喜喜两个字啊 道理很多 上次曾说过呢 我们现在再简单的重复一下 执着贱货 着贱叫做喜 叫做喜 女字旁有个喜字的喜 执着于贱货 有贱货就是喜 执着于爱 爱就是私货 执着于私货 八十一平 这个贱货八十八十 那你们被他绑住了 这就是 在这个火则之内啊 他在哪里花息 预落 执着于私货的爱 爱是代表私货 私货八十一平 那么爱着这个私货的贪嗔之贱能 由此好像游戏 所以这个喜跟喜分开来 喜是贱货 喜是私货 有三界内的烦恼 就是众生轮回上时 就是由这个贱私货 由贱货八十八十 私货八十一平 困住众生在三界内轮转上时 不能写脱 那么再进一步 和兵起来说明说 执着于贱货 由此生起私贱 这就是喜 那么由此把好多的时间都浪费掉了 就好像看戏一样 一无所义 那就叫做戏 执着于爱 生起五成 执着丹面于五成境界 言贪色 耳贪声 声音 耳朵要听好听的声音 鼻子闻香 是否它好吃的味道 身体贪足 这个色身相畏着的这五成境界 你这单着 执着 这就是见私或合并起来说明 这就是戏 五根对五成 身体贪着 恋恋不舍 这就是见或私或同时具备 就是习 那么这样子 摊着五成经啊 只有造业 毫无利益 空无所获 辛辛苦苦 一天到晚在哪里 爱做这种的境界 可是一点也没有得到什么利益 只有坏处 增加烦恼造业 所以就是戏 好像看戏一样 那只是浪费时间 那么由见于爱的缘故 就是一见思过的缘故啊 一天到晚就在这里忙着贪嗔痴的问题 喜烦恼 造业 恕苦报 祸业苦 三道 轮转不息 那么由此在一生呢 就是空生徒死啊 生如行尸走肉 死与草木同修 生在世间呢 好像会走动的死尸 会走动的肉 生如行尸走肉 我们先进下来看看 想想 我们不是在行尸走肉啊 这个师生会走动 那么会造业 有什么利益啊 浮屠过日子 如果不学佛 一点利益也得不到 就是这样一天到晚 虚神纳失 对这个世界一点也没有厌理心 好像这个看戏越看越爱着 所以叫做戏 没有厌理心 对世界没有厌理之心 那就是戏 空生徒死是习 没有厌理心 就是戏 这就是戏 戏两个字的 多方面的解释 接下去说 这些三十字五百人等 不觉 不知道 没有感觉 没有感觉什么呀 没有感觉四面火在烧 他自己不知道 没有感觉 不知道四面火在烧 他在里面玩 玩得蛮好的 也不知道火在四面 在烧起来 这不觉 既然不觉 他也不知道什么是火 火也他也不了解 你跟他说火 他也不了解 所以就是不知 好像这个小孩子 影儿 看到火红红的 他因为很好玩 他又手去抓 他不知道那会烧人 他不知道 那么这就是不知 众生在三界六道里面 吃这些苦头 一天到晚就在轮转生时受苦 他不知道是被火烧 不觉也不知 既然不觉又不知 他就不怕呀 他害怕什么呢 所以就是不经 为家了 明明火在烧 他一点也不怕 我们看看这个世界人 他怕这个世界苦恼吗 你跟他说苦 他蛮快乐啊 现在样样电气化 什么都电气化 洗衣服电气化 烧饭电气化 我说将来科学家发明 发明到最后啊 可能是吃饭也电气化 这个吃饭电气化 怎么呢 用机器 不要你接 你用博位了 不要放在嘴里 用接 用机器一浓 浓催了 送到你的嘴里 就流进去了 这很方便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这个人呢 有什么用啊 跟机器一样 跟马达一样 油一灌 他就转了 没有油 他就不动了 那么这个人变成物质 唯物论就这样 这样想法 可怕 但这种情况 他害怕什么呀 什么都不怕 既然不怕 他也不怕烧死 不怕断命 所以就是不不 没有恐怖之心 他一点也不恐怖 这就说明众生呢 对于这个五蕴身心 招数八苦交间 他不知道这个四岛 会发生这么严重的问题 他也不知道这是烦恼 是迷惑 是见识烦恼 他不懂 既然不知道是烦恼 他也不会有仇 不会有利 世间上如果不懂佛法 当然你跟他说 你有贪嗔痴的烦恼啊 他什么都不懂 他不了解 他莫名其妙 所以他也不相信 他不知道这个 轮回上司的烦恼 根本就是这个见识货 他不了解 那么他也不知道 这样子会 使这个法生毁命 遭到这个伤害 所以 总而言之 以生文法来比对 就是他不觉苦 不知己 他不经怕 识掉 这个修道的方法的 三十七道平 他也不恐怖识掉 灭地涅槃 不觉对苦地 不知对己地 不经对道地 不不对灭地 我前次说 他这个不觉不知等 越三种解释 第一是越繁复的境界解释 上次已经说过了 现在不必再重说 刚才也说了一部分 下面还是配位解释 就是继位释 就是由凡到圣 修行的阶位来解释 那么就是配合四地 配合四地 没有文慧 所以不觉 不觉世间苦啊 没有文法的智慧 就不觉世间苦 不听到佛法 哪里知道世间是苦的 那么没有私会 就不知道 这个几地 不知道这个烦恼的问题 不知道有贪真吃 见识祸 是没有私会 不知 没有私会 不知道几地 不觉不知的缘故啊 也就不了解修行的道地 不会去思维求了解 这个思维的道地 那么也不知道 怎么样子能够 挣到涅槃的灭地 这个都不知道 如果都越不知道说 这是凡复 完全是凡复的境界 而修出世间法 那就从这个地方开始 先知苦 先知苦 知苦而断疾 木灭而修道 知苦断疾 木灭修道 那么明白这个道理 第一步就修五庭新观 啊 这个三次两位的第一修五庭新观 那么五庭新观 就是对治凡逃 多贪重伤不敬观 多称众生慈悲观 啊 与之众生因缘观 啊 这些都是对治这个 见识祸的根别烦恼 那么小的修对治啊 就是知苦能断疾了 能断烦恼 那么断烦恼必定要再往前进啊 修思念处 观神不敬 观受是苦 观性无常 观法无我 那么先修别项念 然后进一步修纯属了 修总项念 观神 啊 是这个 深受心法四种 观神无常 受心法都是无常 啊 乃至观法无我 深受心皆无我 这个叫做总项念 啊 由别项念到总项念 成就三支 三支量位 就是外反位 啊 外反位 五庭新冠 别项念 总项念成就了 再进一步就是 内反位 四加星 暖 顶 忍 四地 啊 这四个阶位 就是观察上下八地 上二界 四五四界 啊 那么由这个苦其灭到四地 十六行冠 啊 欲界 一样由口其灭到四地 啊 这个十六行冠 啊 那么就在这个四地十六行冠里面 灌上下八地三十二行冠 啊 努力进修 一直到四第一 啊 到了四第一位 就到了这个叙托元巷 再进一步断剑火 就是叙托元国 那么就能够分正灭地涅槃的一部分 再往前进断思或二国三国 就可以到第四俄罗汉国 啊 那么到了第四俄罗汉国就正到灭地涅槃了 所谓偏真涅槃 这就是配慰师 啊 配合由凡道圣 资库断极 木面修道 这个修行方式啊 来解释这个 诀 知 经 布 四个意义 那么就把不 不字拿开 知曰这个 诀 知 经 布 四个知啊 说明这个知苦断极 木面修道 明白这个道理就可以断繁脑了生死 转繁成圣 而正到偏真的灭地涅槃 那么这是叫做继位式 这个继位式如果详细说道理很多 我们现在重略详细在法伐文句 还有会议里面也有简略的说明 这些对位解释啊 前面讲的诗教译都是很有用的 这个地方都要用上 所谓三之两啊 四家行 还有这个苦吉妹的四弟十六行冠 这个到了后文啊 都还有一页比对 后边的文字还有比对的 都要把它对上 那么明白诗教译里面 藏教的道理啊 才有办法提悟 这个苦吉妹的四弟十六行冠 那个西文法的这个四弟啊 这个叫做继位式 是这个不觉不知不经不布 那么还有一个第三 约三世解释 对于这个不觉不知的四个不啊 约三世解释 三世解释比较好懂的 文句里面说 不觉现在苦 不知未来苦 这就是不觉不知 这就是不觉不知 我们这些众生 他没有觉悟到现在的苦恼 现在实在是在活海里面受苦恼 所谓三世无安犹如火贼 他不觉得不觉得苦 成为习惯了 那么也不知道未来有苦 不知道现在造业将来还要受苦 不知道未来苦 所以后边经文说 现受众苦 后受地狱等苦 后边经文都有这样说 那么这就合法的文字里面 对照写了就可以知道了 那么这就是配合三世解释 我们现在不觉现在苦 现在苦从哪里来 从过去的业因来 你们好好去观察 那么也不知道 不知道未来的苦 既然不知道 当然也就不经 也就不布 也不怕 那么现在正是活来破身 这活呀 来减破我们的身心 所以现在明明是很苦恼 那么你们不知道苦 所以不经不布 而活来逼身 苦痛且急 心不厌烦 无求除异 活来逼身 逼破我们的身心 我们一天到晚 被这个三世六道的苦恼啊 所谓三苦 三苦五苦八苦 无量诸苦 在哪里肩破 我们自己不知道 不觉不知 活已经逼破到身边了 烧到明毛了 还是不怕 但恼恼无常 他都没有注意到这些问题 苦痛且急 急 自己啊 这个痛苦都 切在身心上 非常的难受 可是 可是他 以苦为乐 心不厌烦 他的内心啊 对这些苦啊 他不会讨厌 也不会觉得是一种 泛滥的痛苦 他没有这样想 因为他不觉得 这个世间是苦的 所以他无求除异 他不会想要出去 不想超出这个世间 他会无 不想求除这个世间的原因 就是他根本不知道苦 在苦中不知苦啊 所以他就不想求除你了 这个道理 我上次已经讲过 不必再重复了 而且我说了两个故事的比方 那很有意义的啊 我们众生就在这个苦恼的犯境当中啊 他没有想要求超出的 这个心理啊 那么在文句里面呢 他还有啊 约这个五足 一一笔对 这个不觉不知灯 等这个道理啊 太多了 我看红月吧 说的太多啊 听不进去 也会觉得困难 那么如果想要深入研究啊 那应当要去 研究这个法法文句 还有欧威大师的法法会议 里面都有说到 都可以做参考 文句有文句记 就是妙乐 可以做参考 大家在这个苦海里面 根本不想不想处理 所以无求出意 接下去啊 上面是第一 长者见活笔 上面是长者见活笔 一下是处置下第二 科办啊 筹字下第二 舍机用车笔 舍机用车笔 这一段的比方啊 就是说明前面方便评的 第五十六页 你可以翻出这个五十六页 再比对一下经文啊 你有空的时候 对照那个经文啊 读一读 读几遍 再看看这段文 可以帮助你了解 那么这个舍机用车笔的文字啊 那就是前面第五十六页啊 第二行 我持坐道长 观寿一经行 以三七日中 思为如是思 那么这个很长的文字啊 一共有啊 从五十六页的第二行啊 一直到五十八页啊 那么一共有十七 十七个据送啊 十七个据送半啊 到这个五十八页的后边算了第三行 生死苦永尽 我常如是说 到这里为止 使机用车笔的这一段笔方的文字啊 就是说明 刚才说的这一段文 这一段文的方便评的居中啊 好懂 比较好懂 下面的这个笔方啊 反而难懂了 所以你要知道这个 下面的笔语的文字的意义啊 那您把刚才说的这一段文 把它都读几遍 再看看 现在要讲的这个 使机用车笔的这一段文 笔对一下 那你才会了解 纵然笔语里面不明白 你把前面的据送都读几遍了 就会了解了 不要看到这个法伐经文字 并不怎么生 好像都前一前 实际上他那边的含义啊 是很深奥的 前后连环夫枪勾手 假如你们不了解 他的前后文的对照意义啊 是没有办法了解 这个舍机用车笔就是 试色方便 啊 就是 开三拳啊 开拳 啊 就是过去四十一年来 释迦牟尼佛开拳 说三圣法 开拳说三圣法的作用 啊 他的用意在哪里 啊 舍机用车笔 这个笔方啊 有两段文 文字很长 有两段文 第一舍机笔 第二用车笔 啊 所以叫做舍机用车笔 啊 先说舍机 后说用车 舍机的笔方里面有两段文 啊 科判里面有两段文 第一劝门尼尼尼不得 第二 劝门尼尼尼尼不得 有这两段文字啊 经文 舍利佛 是长者 诸事思维 我身手有力 答应一节 若以机案 从事出之 福根思维 事事唯有一门 而夫狭小 诸子又知 未有所失 炼灼西处 获达堕落 为火所烧 这是第一段 劝门 尼尼不得 呃 先把这个科判说明一下 否则你看这个科判也莫名其妙啊 呃 劝门跟戒门不同啊 劝是 事事唐的 呃 这个 第二个事唐 啊 世界事唐欢喜意 这是第一个啊 啊 为人事唐 深善意 呃 劝 呃 人不劝不善吗 劝是劝人行善啊 劝他修法呀 呃 这是重重在重善奉行 注重在重善奉行 要他修行 呃 所以就是劝 劝 劝是射寿门 佛度众生 总不出这佛 射寿 两门了 呃 射寿啊 就是慈悲 以慈悲心 来射寿众生 呃 比较容易度 呃 他比较柔软心 不会刚强难化的 那么就是用呃 慈悲心 来射寿他 呃 劝门呢 就是以慈悲心射寿 呃 使他 呃 众善奉行 呃 你 打算 准备 打算 呃 佛成佛以后 打算把自己 亲证的妙法呀 活盘托出 要说给众善听 呃 呃 仪是说 这样好不好啊 能不能这样做 你 打算这样做 仪 适合不适合 这样做 适合吗 呃 众善能接受吗 结果不行 呃 看看不行 不得 不得就是不行啊 这样做不行 意思就是说 对于生文根性的众生 你一一开头就跟他说 这个成佛的妙法 说诸法实相 呃 说如是相性等 他没有办法接受 一开头就跟他说 佛为一大事因缘 出现一次 说开始误入佛子之间 他们会莫名其徒弟堂的 呃 当然成佛妙也不知道 那么因此啊 他会莫名其妙 呃 所以打算要这样子来劝他 但是不行 不得 这样没应急 哦 不行 所以叫做劝门 你已不得 呃 那么这在呃 度众生的二门当中 就是这幅门 刚强难发的众生 这幅门啊 跟他说 此事苦 呃 呃 这事件是苦恼 呃 直接说这个真正的呃 情况给他听 但是他也不能接受 啊 以你 你已不得的 这个意思跟前面相同 呃 这样做也不行啊 呃 那么这是第三个戏谈 呃 就是对治戏谈 呃 灭恶一 对治戏谈灭恶一 那么这个身上灭恶的二戏谈呢 就是为第一戏谈的呃 做方便 呃 要他们体悟第一戏谈 先跟他说身上灭恶的两戏谈 可是他们不能接受 所以不得 不得就是众生生闻根性 没有办法接受 所以佛在华言会上啊 说的呃 这个大法 远顿教法 身闻人在座呀 不是无罗 若牙 呃 呃 有眼不见射弩生 有耳不闻远顿教 这个道理都在 世教仪顿教里面讲过的啊 那么这一段 道理在法伐经的前面 寄送里面所说的就是三七思维 三七思维 啊 世教仪顿教会成国以后 在普利说一下三个七日 二十一天 在那里思维众生的根基 啊 我应当怎么样来度他啊 啊 就是刚才说的第五十六月的 我只做到常语一下 一直到 第五十八月的我常如是说 这一段文啊 就说明这个 舍机用车的道理呀 就含在里面了 那么刚才是刚刚把这个 劝门与借门良门的科办呢 做过简单的解释 佛比喻讲到这里 对社理佛说 因为要说明这个舍机用车笔呀 啊 所以再叫社理佛的名字 哎 社理佛呀 我跟你说 是长者呀 都是思维 这个长者看到这些小孩们 都在房子 火烧的房子里面在哪里玩 不想出来 呃 长者这样想 你要他出来 他不会出来 我应当要把他们 啊 想办法把他救出来 用什么方法呢 我身手有力 我的身体 我的手 力量很大 我能够把他们抓出来 啊 那么我应当啊 当于以接 以接就是 啊 印度的装发供养佛的那种器具 他是 他是这样子的 有一个把柄啊 这个把柄啊 上面好像有个篮子 好像有个篮子啊 好像这样的东西 这样子啊 这个叫做一戒啊 天上落下花来 它就沉 沉下来 沉重妙花 沉下来 谁拿去供佛 这个一戒 是这种东西啊 本来那个戒啊 是沙吉伯 沉弥 是这样 可是现在这里一戒 是指这个装花的器具 有一个把柄 手拿着这个把柄啊 装着花 拿去供佛 他到佛前 拿着这个装的花呀 就是这一扇啊 往上一丢一扇啊 那么花就散在这个佛头上啊 供养佛 所以这个一戒 就是装花的起居 或者是用鸡按 鸡小桌子 茶鸡啊 小桌子 小小的小桌子 按大桌子 大桌子 按是大桌子 按了 太按了 我可以用一戒 用鸡按 从事而出之 我把它救出来 意思就是说 这些小孩子还小啊 你叫他出来 他不肯出来 不肯出来 我把它抓来 抓来 装在这个一戒里面 或者是用这个小 小桌子 翻过来 把小孩子 装在这个小桌子里面 把它拉出去 或者是大桌子 翻过来 小孩子装在里面 把它拉出去 想要用这个办法 行不行啊 休息十分钟再讲 我可以用这个小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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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后因收养的流浪狗日益增多 进而成立专门照顾流浪狗的养护园区 然而园区的扩建速度仍旧赶不上流浪狗的快速增加 于是令安置近三百只狗孩迁移到中华护生协会的两所园区 令其获得安养 于2014年7月份统计 救狗协会至少救护了超过八千只流浪狗 目前与护生协会共同护养近千只的狗孩与养护园区 除了救护流浪狗之外 救狗协会并长期提供速食狗资料 给其他照顾流浪狗的爱心人士 以经常与护生协会合作 透过各类相关活动 呼吁大众重视生命 爱惜生命 使人与万物之间皆能护爱共存 消弭暴力之气 促进社会祥和 从阳祭祖阳孝道 万姓祖先普回向 祈愿长辈福九九 众等礼拜金刚燦 10月14日农历9月9日上午9点开始 恭请广护法师领众 献上礼拜金刚宝燦 电话039899319 039899319 039898686 039898686 宜兰大碑观音道场 生命文化基金会自成立以来 秉持着广传佛陀三称法的精神 致力于佛法的推广与传播 不断地制作多元的佛法节目 透过MOD及网络影像平台传递佛陀的教法 散播如来卑制的法音 以滋养社会大众的心灵与觉性 并增进各语系佛教之间的互动及学习 愿使正法常驻人间 佛所行战中说 佛说一切施 法施为罪胜 人施行财施 行法施者难 敬请各界大德发心护持 电视弘法基金 一同成就广传佛陀三称法的慈悲大愿 以让更多人能够得闻佛法 一起走向菩提之路 感恩您的共襄圣举 您的发心护持必定功不堂捐 聚沙尘塔 福会圆满 户名财团法人生命传播文化 置业基金会 台湾邮政划播账号 1996-5232 1996-5232 银行网络转账 银行贷号 005土地银行 转账账号 012-001-197-388 012-001-197-388 转账后请将个人账号后五码 收据开立姓名 联络电话 地址 传真至总管理处 03-989-8787 或email nivetv.net at msa.hinet.net 服务电话03-989-9319 03-989-9319 诸位大德 学人是庄介 以民国99年出家 大约在76年的时候 学人当时在日本接触到费力法师的讲法的录音带 智慧人生 他的录音带对学人来讲有一点震撼 那时候学人也没有学佛 但是偶然间 邪人的孤儿 就是邪人那时候还没有出家 我的太太 因为在日本上班也蛮枯燥的 就让邪人带了一块智慧人生 让邪人寻讯 费力法师他在讲经的时候 他讲到说 人生 人生 你长得越高大 你的境界逆境会更多 他说风吹啊 都是吹那个高大的 邪人就在想说 这个法师讲的还算蛮有道理的 真的是这样 就是境界很多 他也有讲到说 刚邪活的时候 在用功的时候 你会碰到很多的境界 邪人在想说 邪活怎么 不是很好吗 邪活以后不是就一帆风顺了吗 法师怎么会讲说 邪活好像在演电影一样 会很多逆境会来考验我们 就好像在演电影 把时间收短 那时候听一听就有落入印象 那邪人在民国78年 就从日本回来 也找到一个工作 公司也办郊游 因为那个郊游改变了邪人的人生 邪人的小孩子 就在那次的交友 出了意外而往生 也有在用功的 也有在念佛的 突然小孩子就 出意外往生在邪人的旁边 因为有听到 法师的奖金 所以说那时候就起唱尾心 就是说 邪人这一生也没有做得很好 对社会也没什么贡献 所有世间沾染的恶习 邪人当下就唱尾了 因为自己的所作所为 没有做得很好 让小孩子来承受我的业报 那我小孩子也算是蛮有上根的 因为他在往生前面一个礼拜 是去参加儿童佛祭 士林那边有一个永闲士 他刚参加佛祭回来 要出门的时候也音音很不错 他说爸爸 我们是不是带一个 观世音菩萨的佛号去听 邪人就在想说 要出席交友怎么会 要带那个佛号去听 所以说小孩子往生 也算蛮殊胜的啦 78年到86年 邪人就一直 一直在华藏金中学会 景美那个道场 发心厨房 同时轻轻的进逆室 家里也开个儿童读经班 所以说邪人 上班的时间 因为是轮班制的 所以说邪人上班 大概很多时间 都在做 弘法立身的工作 不是带念佛嘛 就是去祝念 不是去祝念嘛 就带小孩子去朝山 也带小孩子念佛 所以说 虽然不是出家人嘛 但是大爷 也都做出家人的工作 这样持续了很久很久 有一个姻缘 邪人的故二 就是邪人输家的太太 97年 她就出家了 在家里就剩邪人 还有我一个小菩萨 年纪也都蛮大的啦 现在我的小菩萨 也十几岁了 所以说邪人的家人 出家了 刚好有一个姻缘民国 99年 华藏尽忠协会 台北林檐双西小卒 在做三十信念 那时候也欠蛮多的法师 就有一个姻缘 就欠邪人说 是不是可以放下出家了 那邪人再想一想说 哎呀 一直都在三宝的地方 做义工 又要上班 又要做义工 实在是 分身乏俗 而且大概 做义工的时间 比上班的时间还要多 所以说 邪人 一然而然的 就把工作辞掉 那民国99年出家 开始就在 双西小卒 那边领众 做三十信念 到现在也十一年多了 将近快十二年了 在104年 我离开了 我师傅的道场 就一个姻缘 就到了盐同事去协介 我到现在也六年了 邪人是尽心尽力的 就在负责厨房的工作 大概我在负责的厨房 纠纷很少了 而且邪人 比较有那种心要挑战 就是希望说 煮给很多人吃 所以说到后来 邪人也大概独立有 有办法做到一万个便当 也邪犯败 想说我可能应该 有积一点福报 所以说在菩提道上 邪人如果碰到有什么境界 大概善知识都会来帮忙 所以说邪人在这里就是欠 有一些想出家 而不能够出家的人 不是姻缘没到 其实这个因缘你要有祭族的福报 你才有这个因缘 菩提道上你做任何事情 你尽心尽力去做 我想很多事情 应该不会很难 我们到底为什么今天要出家 我们先要切立我们这个之间 我们要求生极乐世界 那我们有什么条件 求生极乐世界 我们信念心 那你信念心以外 你到底福德之良够不够 你只要一门深入 长急心修 然后目标确立 我想佛菩萨会加持我们 会抚念我们 会来接援我们 我们往生那一刻 一定能够往生希望极乐世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